Hello大家好,今天视频的主题呢,是教大家做健康又好吃的方便面 现在的时间是中午的11点59分,我饿了,所以我准备煮一碗泡面吃 我就准备了一包非常平常的方便面 然后呢,一个非常平常也没有什么可以说的白菜 还有一颗非常平常更没有什么可以说的鸡蛋 待会我会把白菜切好,鸡蛋打好,放到那个泡面汤里去煮 这样子煮出来的泡面呢,又有蔬菜又有鸡蛋非常营养 然后又不会失掉方便面调料包那个非常美味的味道 然后在与此同时呢,另一边的锅上我已经把水烧着了 所以我们待会见 趁着烧水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把这个泡面撕开 看里面有什么 还有一包这个干蔬菜 然后这是一包调料粉 然后还有一包这个非常有名的酱料 现在天气好冷,它都凝结在一起 把它放到口袋里,用体温温暖一下 然后呢,就是一个面饼 待会我们放到水里去煮 在这段时间里呢,我也把白菜和鸡蛋切好了 白菜切好了,鸡蛋打好了 因为我觉得鸡蛋太少,所以我就后来又加了一个鸡蛋 所以现在这里一共是两个鸡蛋 好,现在水开了 我们把面饼放进去 因为我的习惯呢,是第一道水不喝的 我觉得里面有防腐剂 所以呢,这一道工序我就不管它水多不多了 反正就是把它煮到 比如说你想要比较硬一点的 那你就把它煮到五分软 然后你最后再放进面汤里面煮的时候 这样最后就能煮到七分软 煮出来就比较硬 像我就比较喜欢吃软一点的 所以到时候我会把它稍微煮到八分软左右 最后呢,把它煮到九分十分软 十分软什么东西 反正就是这样啦 现在面条差不多到我想要的软度了 然后呢,这里是一碗饮用水 我会把这个火先关掉 把煮好的面条呢 先放到饮用水里凉一凉 这样子有助于面条保持它的筋道 大家在煮意大利面的时候也可以这样煮 大家看这个水煮出来就是黄黄的 所以自从我有一次这样煮之后 我就再也不想吃煮面的这个第一道水 好,现在我们把面条都放到冷的饮用水里面 让它静置了 那我们就去把这个锅里的水换一锅 我们来煮面汤 那么这一次烧水的时候呢 就记住水不要烧太多 因为这是你的面汤嘛 然后待会因为还要把白菜放进去煮 白菜是会出水的 那么如果汤多了白菜再出水 这个面汤就会很多 减少调料的浓度 就会没有这么好吃 水它一边在煮的同时 我们可以把这个蔬菜包放进去 也不是蔬菜包 这边还有肉 然后就等水烧开 现在水差不多烧开了 我们把调料包放进去 哇哦 然后呢 这个调料包也放进去 好 搅拌一下 香味已经出来了 然后这个时候呢 把白菜放进去 把调料包的味道进去 等它煮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把这个水给倒掉 好 现在我把水倒掉了 这个白菜煮的差不多了 那我就把面倒进去 好 面倒进去呢 水会一下子没有这么的开 但是生鸡蛋一定是要在水开的时候放下去 所以我们现在就等水一开 就把鸡蛋放下去煮过 好 现在感觉差不多了 你看这里已经起了泡泡了 那么我们就把鸡蛋倒下去 记得要搅拌一下 这样它就会变成蛋花 不过如果你想让 不想让它变成蛋花的话 也随你变 好 然后鸡蛋很快就熟了 那么 这一碗健康好吃的泡面也就煮完了 好 现在我就把火关掉 把泡面倒出来 把泡面倒出来 好 现在呢一碗美味又健康的泡面就做好了 里面有调料们 有白菜也有鸡蛋还有面 谢谢 那大家再见 我开吃了 拜拜